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幸福到万家,好感拍 赵丽颖新剧,爬姐追了好几集,有点意思 一个村里姑娘认死里,找说法的故事,看得人津津有味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这并不是一部大女主爽剧,她的重点是映射乡村生活 确切地说,她最出彩的地方在于,编剧并没有刻意美化一个伪光正的乡村 恰恰相反,她把村里避不开的封建习俗,人情是快都搬上了荧幕 很久没见到,有影视剧敢这么拍了 这部剧刻画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乡村 众所周知,乡村是人情社会 在这里,村书记是备受尊重,有头有脸的人物,肩负带动全村共同富裕的使命 于是,对一些人来说,能邀请书记参加自己孩子的婚礼,绝对是风光体面的事 要是旁人听说,这场婚礼有书记坐镇,也会对新婚家人高看几分 幸福到万家的故事,就从一场婚礼开始 幸福照丽影视和庆来堂层室,竟没人介绍后,心生爱意 双方挑了个吉祥日子,在万家庄高高兴兴举办婚礼 庆来父母是非常典型的传统思维 觉得必须邀请书记来参加,婚礼才算半得风光,有面子 于是,在婚礼现场,发生了这么一幕 首先,村书记不来,婚宴就不能开席 其次,书记匆忙到场后,被庆来父母直接请到了台上 接下来,让新人跟像拜菩萨一样给书记行礼 仿佛只要经过这一拜,往后的日子就能开挂 这个万书记呢,确实功劳不小 年轻时,带领万家庄村民脱贫致富 后来又成立了万家集团,解决了许多村民的就业问题 可以这么说,它就是当地的权贵象征 所以,村民普遍认为,只要跟书记搞好关系 那么自己的生活乃至孩子的未来就绝不会太差 这其实就是乡村常见的现象 村书记要像神明一样供着,未来才能风调雨顺 世事平安 能把这种传统生存思维,毫不修饰地拍出来 在当下的影视剧里很少见 但很快,事态发展就颠覆了他们的设想 婚礼现场,新娘子的妹妹,被村书记的儿子拉到小黑屋里闹喜 这场戏,看得巴结很气愤 几个大老爷们喝了酒,把一个小姑娘衣服扯破,压在身下乱摸 这哪叫闹喜 这根本就是耍流氓 新娘听到求救生后,火速赶到现场,抄起板凳就砸到色狼头上 于是,这场婚礼就在流血闹剧中提早结束了 从这里开始,该剧的精彩内容,才正式开始 编剧围绕闹亲这件事,写了场三方角历赛 新郎父母觉得闹亲是传统习俗,越闹越喜庆 新娘则认为,自己打人确实不对,但村书记儿子明显居心不轨 村书记一家子,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不想认错 在这种紧要关头,无欲的一幕发生了 新郎家里怕得罪领导,日子不好过,想要上门磕头认错 但儿媳妇一心想寻求正义,要找村书记要个说法 他要跟村书记载戏掰扯,这是到底谁对谁错 你看,这句的两大主要矛盾,逐渐清晰起来 闹亲,是喜庆还是封建 在村里跟权贵叫板讲道理,会是什么下场 想跟村书记,辩论这两个问题,非常难 因为,村里不像城市,他有自己的一套办事体系 说白了,乡村人员流动低,走几步就能碰到沾亲带故的熟人 无论是村书记还是其他村民,都很容易联系在一起 尤其是碰到权贵角色,小家小户普遍不想撕破人情关系网 怕以后被人刁难 于是,新郎父母就选择夹着尾巴做人 美其名为吃亏是福,迎人美德 而儿媳妇的做法,则更倾向于现代文明的态度 他要正大光明的理论对错,拒绝私下里偷偷摸摸的潜规则 难道权贵犯了错,就能一手遮天,是非不分吗? 这条路注定很难走 因为他搅乱了万家庄传统的生存法则 具体来说,就是儿媳妇几次去找村书记家里要说法,都杀于而归 村书记儿子义正言辞地回复他 家家户户都闹亲,都没事,咋就到你们家就成事了? 双引号 儿媳妇越听越生气 他委屈控诉道 咱万家庄,是不是没个说理的地方了? 双引号 看到儿媳妇吃了闭门羹 婆婆甚至主动编了个谎,说书记不仅认了错,还给了一千块钱 没想到,认死里的儿媳妇,觉得这钱不能要,亲自上门还钱,捅破了谎言 婆婆的做法,让整件事变得更加荒诞离谱 说到这里,你会发现 只有儿媳妇,关心自己妹妹的情况 因为闹亲这件事,妹妹心情抑郁,天天以泪洗面,男朋友还跟她闹分手 但其他反对儿媳妇的人,心里想的都是自己 这也是为什么,他找村书记的时候,声泪俱下地说,如果换成名闺女,衣服都被人扒烂了,然后身上被摸个遍,您怎么想? 双引号 也许,在世俗言利,儿媳妇像石头一样顽固 但不得不承认,正是因为有他这样死磕真理的人存在,很多死结才等到了解开的那一天 在扒解言利,他不单单是跟权贵和封建习俗做斗争,更主要的是他在为女性争取最基本的尊重和人权 难道身为女人,就应该在婚礼上被无缘无故地摸来摸去?甚至喊破喉咙都没人管 这不是文明社会应该有的样子 为了给遭受闹亲困扰的女性发声,她哪怕要把对方告上法庭,也没有再怕的 在这个过程里,婆婆对她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儿媳妇寻求正义的执念,撼动了她的传统思维,她觉得儿媳妇敢说话敢出头是好事,这样就没人敢欺负他们家 在儿媳妇的坚持下,最终书记在村里张贴了告示,从此禁止婚闹 她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正义可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她用自己的态度,证明了游离走遍天下,永远不会错 以上就是该剧前几集的剧情 就目前获得的信息来说,编剧并没有故意刻画一个装疯卖傻的乡村 反而通过白描手法让观众看到了更加写实的乡村 而且,这部剧表面上是在讲女性维护正义 其实重点是观察乡村的基层行政和血亲宗族制度 这一点,会在接下来的剧情里逐步展开 在后续内容里,她又与村之书爆发了其他一系列新矛盾 涉及争地、种菜、赔偿等更加现实的问题 她将如何在人情乡村里逐个去攻破这些难题 赵丽颖升官后开会好友央示范 穿露其西装和颖乖乖站后排,真谦虚 赵丽颖虽然是85花中红的最晚的一位 但是发展势头却非常的猛 甚至已经弯到超车,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最近这几年更是不断地寻求突破 近日网上就曝光了一组赵丽颖参加 河北省影视艺术家协会代表大会的路透照 赵丽颖越来越有央示范 穿改良西装参加艺术家协会代表大会 超美 据悉,赵丽颖已经不仅仅只是一名演员 现在的他还成功升官,成为了河北省影视家协会第五届副主席团中的议员 当天开会时,现场大多数都是前辈 赵丽颖作为新人并没有仗着自己人气高而狂妄 反而表现得十分谦虚 就连在大河影的时候都乖乖站在后排,非常接地气 赵丽颖穿着改良西装美成焦点 因为参加的是正式会议 所以当天很多人都是选择比较正式的服装 比如男士们都是以白衬衫与西装裤为主 女士们大多都是以西装裙造型亮相 赵丽颖也很好的展现了自己独特的时尚审美 整套造型虽然是以西装元素为主 但是却很好的融入了改良的设计 既能够展现自己撒爽干练的一面 同时又能够营造出很好的显高显瘦效果 轻松美成了全场的焦点 而且仪态也非常出众 昂首挺胸 越来越有央视饭了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赵丽颖 这一套改良西装中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吧 改良西装亮点零腰 缩短西装下摆 打造收腰杆 西装的款式大致可以分为扩形设计跟修身设计 而且这两种下摆都是比较宽松的 但赵丽颖身上的这一件西装却很好地融入了高收腰元素 不仅削短了西装下摆的长度 同时还加入了漏奇装设计 两者结合轻松起到了一加一二的效果 尤其是对于赵丽颖这样腰线比较长的人来说 选择短款高收腰下摆不仅能够更好地改善身材比例 同时还能够放大小蛮腰优点 将平坦的小负质罐地展现出来 在干练气质中注入几分性感韵味 让造型更抢眼 改良西装亮点零二 用交叉绑带代替纽扣 更有时尚感 除了下摆进行了改良之外 纽扣也进行了很好的创新 放弃了传统的设计 特意加入了绑带来代替扭扣 交叉缠绕在一起后 长长的飘带既能够很好的提升造型元素的丰富性 同时还能够打造出满满的个性潮流感 配上交叠的深B领 让赵丽颖的脖子线条看上去更加的修长 尤其是跟垫尖元素相组合 让收紧的下白雨略显宽松的肩部线条 形成了很好的反差 不仅很好的改善了赵丽颖 原本有些娇小的身材 能够明显增强她的气场 改良西装亮点03 经典上短下高的搭配 显腿长太轻松 既然选择了短款的西装 那么下装的西装裤自然是以高腰款式最佳 这样形成的上短下高的搭配 可以更好的改善身材比例 轻松达到显腿长的效果 为了进一步修饰腿部线条 赵丽颖还特意选择了垂坠性 比较强的西装阔腿裤设计 在这样炎热的夏天 阔腿裤的元素可以更好的保证清凉舒适感 跟高跟鞋搭配在一起后 还能形成很好的延伸性 显高效果非常出众 赵丽颖升官后开会好友央示范 穿露齐西装和颖乖乖站在后排 真谦虚 与凤行路透流出 林更新一席白衣仙气十足 肉眼可见瘦了很多 近日 有媒体拍到了林更新 赵丽颖二大电视剧与凤行片场路透 路透图中 可以看到赵丽颖头戴精致发誓 整个人看上去优雅又端庄 林更新与凤行路透图也很可 身穿白色古装 手拿小扇子扇风 看上去仙气十足 虽然镜头有点护 但是还是明显看出林更新瘦了不少 脸部线条十分明显 是心目中行指的神钧的模样了 讲真 林更新状态真的挺不错的 服装造型都很在线 很很期待住了 众所周知 这次拍摄与凤行是林更新 季楚乔船后第二次和赵丽颖搭档 两个人在剧组里关系也非常好 因为近日有赵丽颖的新剧在播出 林更新也是非常暖心的 亲自下场给赵丽颖宣传 夸赞赵丽颖漂亮 并自称自己是赵丽颖的神 哈哈哈哈 林更新不愧是8G冲浪的网速 什么网络梗都是张口就来 赵丽颖随后也评论回复林更新 狗子别闹了 就是说两个人这种互动模式实属羡慕了 能够肆无忌惮的在微博开玩笑 看来他们真的是挺好的朋友 就是说一下子梦回楚乔船了 也有网友调侃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记得上一次看到这样的回复 还是多年前赵丽颖回复林更新狗魂出窍的梗了 是谁留下了回忆的眼泪我不说 记得前不久开机仪式上 林更新 赵丽颖虽然都戴着口罩 但是眉眼间露出来的笑意 都可以感受到两人融洽的相处氛围 开机仪式上林更新的状态也被大家夸赞了一波 谈正调顺状态决绝子 据悉 为了好的人物状态 林更新在进与凤行剧组之前就开始进行自我身材管理了 开机前准备工作的照片 整个脸就已经透露出轻瘦的轮廓感了 剧组餐也是一直坚持少有少颜低之营养餐 可以说也是非常卷了 也是这种高度自律精神 才让林更新这次古装造型路透都能看出瘦了不少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人物的仙气感 期待与凤行早日跟大家见面 期待林更新行指神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